而说到读书 台湾阅读风貌及全民阅读力 年度报告出炉了 苗栗县三湾乡立图书馆 每人平均借阅25.2册图书 连续9年稳坐冠军 更是去年直辖市借阅排名第一 高雄市的4.2倍 这是管方努力推动的成果 也是民众学习有感的象征 三湾乡人口仅6000多人 图书资源相对匮乏 在乡公所支持之下 图书馆定期填购新书 推陈初心办理各项 全力活动课程 以及得来素书香服务 也细心装点馆内环境 让读者相当有感 我还可以在FB看到 有哪些新书 是我一直想要买 但是我可以不需要买 到图书馆就可以借阅到 这个部分我觉得让我们 就算我不是三湾乡 当地三湾乡的民众 我在头份也享受到了 三湾图书馆的服务 设备环境有温度 馆员服务热忱更获得好评 面对面线上联系 及时回应读者需求 民众愿意走进图书馆 也让去年每人平均的借阅率 达到25.2册的图书 连续9年居全国之冠 提升我们借阅率的部分 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跟努力 包括了像在疫情期间 我们推出了得来数 整箱的数都可以报回家 还有我们小朋友幼儿的 小学生的得来数 通通都有 这就是方便我们在地读者的借阅 那关键也是因为说 大家有这个阅读习惯以后 我们图书馆的营运 才能够持续的再推展 台湾阅读风貌及全民阅读力 年度报告 桑湾乡一口气拿下五面奖状 乡长李运光感谢馆方营运有功 是全乡阅读养成的摇篮 带动阅读风气的同时 桑湾乡图书馆成为陪伴民众生活的重要场所 团队也会持续努力 落实传递书乡重任